大家好,我是George,洛士奇,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设计模式的课程,我们回顾一下斯维导图。 好的,之前的课程跟大家介绍了面向对象的设计,然后介绍前三种单一职责原则,开放封闭原则,理事替换原则,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依赖导致原则,我们回到我们的PPT。 好的,依赖导致原则,简称DIP,它的定义是什么,就是说我们要依赖于抽象,不要依赖于具体,客户端依赖于抽象偶合,而不是依赖于具体的偶合。 它主要的特征就是DIP,它就相当于说它的几个核心思想是什么,第一个是抽象不应该依赖于细节,细节应该依赖于抽象,要针对接口编程,不针对实现编程。 它的优点呢就是说,以前传统过程化的程序设计呢,所创建的依赖关系,策略是依赖于细节的,这是相当糟糕的,因为策略受到细节的变化的影响,而依赖导致原则就是把细节和策略都去依赖抽象。 只要抽象稳定了,那么系统就稳定了,这话可能很难理解。 就是说简单讲就是说,我们所有的接口,它都依赖于其他接口,而不是依赖于其他接口的实现。 简单讲就是这样,就相当于说是那么它接口的实现就可以有很多种,它就可以属于变化,但实际上呢也不影响我们的运行。 这就是依赖导致原则,我们具体举个例子好了,我们还是打开iflips。 好的,我们新建一个工程。 依赖导致原则dip。 好的,我们还是加入macas,加入mac方法。 好,我们还是打印一句。 嗯,this is dipman method。 好,我们现在就是举个例子,就讲妈妈给儿子读书的一个故事。 就说,那我们这里就有macasma,我妈的。 那么呢,它会阅读,对吧? 那么它就有一个read的方法。 read的方法。 然后这个时候呢,它就是说。 mon is reading,对吧? 那它读,要读什么呢?它就要读书。 就有一个book。 对吧?book那么它就有一个方法。 get content,获取内容。 这本书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 比如说,阿里巴巴。 与。 试试大道。 试试大道。 对吧? 这个时候妈妈,她就要读这本书了。 这样,对吧?mama is reading. 然后读的内容。 好的。 那我们就让。 mama is reading. 去read的一个。 我们呢,执行起来。 对吧? mama is reading. 阿里巴巴语。 试试大道。 那这个。 就是一个很简单的设计。 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把它的类图画出来。 我们打开我们的star-uml。 好。 我们就先。 有。 mama is reading. 有。 有。 mama is reading. 有一个方法。 是。 那book有一个方法 是get content 获取它的内容 对吧 这就是我们简单的一个最初的设计 好,回到我们的代码 这个时候呢,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了 bodge,对吧 newspaper 然后我们有newspaper之后呢 newspaper肯定也是可以get content 对吧 那这个时候 他比如说他的内容是一个 正可特意了 对吧 这个时候 比如说我们在这里 mom 我们要去阅读newspaper 阅读报纸 你会发现不行耶 mom不能readnewspaper 这显然是很可笑的 对吧 不符合逻辑的 那说明我们的设计其实是有问题的 问题是什么呢 那就是说我们这个mom readbook 它是依赖于一个实现 依赖于book这个具体的实现 而不是依赖于抽象 我们本节要讲的就是说我们要依赖于抽象 就依赖导致原则 就不能依赖于实现 那我们就要有抽象 所以说我们用一个interface 叫 i read 对吧 然后它实现一个结果 get content 然后让mom 去依赖一个读物 而不是依赖于具体的book 这样 妈妈依赖读物去阅读 对吧 这个时候呢 book increment i read 这个 当然这是从载这个方法 对吧 好的 newspaper 也是一个读物 对吧 是吧 从载这个接口的方法 这个时候我们再看一下man 方法 它就可以了 编译是能通过 那我们再执行一次 对吧 mom is reading 更可能退一了 mom可以阅读报纸 这就是我们实现了依赖导致原则 就是说未来我们再新增一个其他的 任何的读物 对吧 mom都是可以阅读的 mom is reading 它是只关心这个阅读者 并不关心到底是什么东西的 这样我们的灵活性就大大增加了 我们再回到我们的uml 我们回到staruml 现在是这样的对吧 我们新增了newspaper 当然它也有 当然它也有 get 啊 不过这样 mom是不能阅读它的 对吧 所以说我们抽象的一个接口 叫做iReader 叫做iReader 那它当然有这个方法 get content 对吧 book跟newspaper都实现了iReader这个接口 而mom他只需要关心iReader 这样我们的设计就符合了依赖导致原则 这样我们的这个程序的灵活性看来就更好了 这就是依赖导致原则 好的谢谢大家收看再见